當然了,不要罵人,還有自己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出營景 不過我又很坦白說一句 這個營景其實你應該預計中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比較大的收益部分 都是來自火電 火電的成本就是來自煤炭 我也看過內地的煤炭期貨 去年8月大概在做800-900元左右 到10月份是升到2000元 那根據我理解,如果煤炭價格是超過1000元以上 絕大部分的火電發電商都是開始虧本的 那你可以預計1000元都開始虧了 2000元會虧到怎樣? 所以下半年有一個盈利的倒退 甚至乎是所謂的一些虧損 我覺得又不是不正常 不可以說是預計的意料之外 好了,這個是第一個消息 第二個消息了 其實它公佈了就是1月份的營運數據 這裏坦白說是複雜的 因為在10月份之後 煤炭價格就有個回落 所以火電方面是加大了力度 那這部分是升的 另外因為光復等等 都是看到裝機的能力增加了 所以都是看到升 唯獨是在這個風電方面 是拿到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那我針對著這個月度的數據 我不是只看1月份的 因為如果看1月份的報表 它就只是比較12個月之前 即是說2021年的1月 我看過去半年的話 這裏是難搞的 因為裝機容量在去年年底 是升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如果看12月的數據 按年升了四五成 所以這次的跌幅 如果你不是用2021年的1月 你用2021年的12月的話 這個跌幅顯著 我想管理層或者公司 需要就這部分做多些的詳解 但是總體的發展量 其實就不是那麼差 都不能夠完全解釋跌幅 所以是歸格於第三個因素 就是分拆 在昨天我Facebook 也跟很多朋友討論 我喜歡的 因為雜誌講經 沒有可能所有東西我都對 沒有可能所有東西都知道的 大家很激烈討論之下 我有些同意 有些不同意 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的共識就是 因為你現在分拆是在香港上 而市場全民的雜誌金額 是比預期為少的 所以你用一個低估值 賣走部分 或者叫分拆 你裡面最值錢的資產 其實就比較難搞的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我自己覺得因為營景 因為大環境 不理好一些的新能源股份 暫時因為一月的電量 是沒有預期那麼好 再加上分拆的話 令到股價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我自己覺得這個跌幅 維持我昨天的判斷 超出我預期的了 理論上這些位置應該有支持 因為都落到一些重要的水平 可能附近大概是50天線 所以我同意摩通所說 真的沒有什麼短期的催化劑 你說要大升20多元 就真的不會了 但希望這幾天經歷過一些拋售之後 可以在大概現水平裡面 找到支持大概16元左右 希望16元到大概是初段去看 大概16元到19元 先打一個橫行的格局 我想暫時就是這樣判斷了 大概1300不是最終的 我想這一個人收集的 這個問題是做了 可以來的 如果就 stuk說 我們找到經典的 那一個人 於是 那一個人